今天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中国女排的最新状况 相信感兴趣的球迷们都知道 女排的世界连赛在五湖四海的球员的参与下 让赛事推上了一个新的高潮 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女排在第一桌的赛事可谓是收获满满 足以证明蔡兵主教练利用集训时对女排进行的升华 在他们身上展现了技术上的蜕变 与此同时 第二桌的赛事迫在眉睫 球迷们也希望中国女排能够再接再厉 获得理想的成绩 蔡兵主教练为了让球员们拥有更好的状态 他们提前一周抵达了中国香港 在机场看到了非常多的球迷们 他们也非常欢迎中国女排球员的到来 按照赛程的安排 CCTV5将会通过直播形式让众人看到这一场的焦点大战 但中间出现了一些小插曲 应第一周的大部分比评时间都定在了下午的时间 第二周时间发生了变化 将比赛的时间点定在了晚间的八点半 对于中国女排来说是一大好消息 将自身的优势毫无保留地展现出来 据媒体相关的报道 蔡兵主教练在这期间收获了一大神兵 她的空降对于女排来说仿佛是学中送他 这个球员究竟是谁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女排球员抵达香港后 球员们发现有一个既惊喜又熟悉的一个面孔 她便是中国女排前队长魏秋月 她的出现毫无疑问的是给女排年轻球员的加油打气 让女排球员在赛场中更加的有底气 魏秋月会跟随球员们参加中国香港集办的活动 但她此次的身份并不是代表女排球队去参战 除此之外 中国女排还收到另外一个好消息 作为意大利女排的核心主力 埃格鲁在最后一场比赛不会出战 这无疑不是让中国女排的球员压力负担减少了一些 种种的迹象都在象征着中国女排将会在 等次的女排世界联赛中获得一个好的成绩 对此你有什么想法 欢迎大家在评论局里面留言讨论